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董董 我在泰国 我现在在曼谷 我今天来到了曼谷的这里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 中国特色的地方 没错 这里是唐人街 唐人街是以前在泰国曼谷华人居住的地方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唐人街也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游客特别喜欢来的地方 虽然说现在没有游客 但是唐人街还是有很多当地的人喜欢来逛的 还有居住在泰国的中国人也会来唐人街 买一些中国的调料 中国的味道 现在下起雨了 今天下雨 有点下雨 那跟我去看一看曼谷的唐人街有什么 今天天气下起的雨 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的突突车停在这里 那突突车也是泰国的特色 那在这种非常拥挤的街道上 坐突突车还是会相对来说快一点 你看这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大家都撑起了雨伞 如果你来过唐人街都知道 这里就有一家特别有名的一个大使馆妈妈的私房菜 在以前那里的人特别多 现在没有游客嘛 毕竟以前还排队羊号呢 然后这条路出去 这条路出去就是通往唐人街的大道了 然后在路的两边有很多吃的地方 我现在走到了这个这边的步行街啊 这里呢还算比较空畅 因为它这条街是连接的那个主大道的街嘛 然后这里有很多店铺什么的 我们都能看到这里的店铺都是 一年四季都是卖这些红灯笼啊 一些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在这里 然后旁边的话也有一些小吃店什么的 这个车开过来了 那在这边路趟呢有很多小吃啊水果啊什么的 价格呢还是比较实惠的 我先等车开过去吧 对 现在下起雨了啊 我戴了帽子还好 所以呢今天也不是那么热 这边的水果也是看起来挺诱人的 但是没什么人 上次来的话呢 今天呢是在春节的时候过来过 这个人很多 现在呢的确是人少了很多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唐人街的主干道上 你看这个主干道上也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人这样子 那一边很空 然后一些店铺的声音也不是很好 我现在呢来到了一家干户店 因为我看到我想要的这个枣 这个45株一包 这个45株一包 这一个 这个保45株一包 我要买一包 一个 四十五株一包 四十五株一包 然后再看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 好 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是在外面买不到 只能在唐人街买 这边还有这个什么 干蘑菇什么的 如果做菜的话就可以过来买了 但是我现在金盆洗手不做菜了 看看还有什么 比如说一些枸杞啊什么的 这边都可以买到 还有莲子 很棒 那我今天就先买一包这个45株的枣吧 一条小巷子里面 那这条小巷子呢 还是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店铺 都是一代一代的故事 每家店铺啊 可能都是一个华人的故事 然后在以前我来的时候就是 挤都挤不进来 但是现在呢很空旷 感觉呢能够自由的穿梭在这里 这里卖的也都是一些干货 一些中国的一些调料啊 比如说干果啊这样子的东西 那除了华人呢 有些泰国人呢也很喜欢吃中国的美食 那他们都会过来买一些 然后这边有这种 国内的那一种煎豆腐吧 应该是 还有一些水果 那也有一些比如说 这一家 这家呢也现在呢不营业了 但是大多数的还都是营业的在这里 或多或少有一两个顾客 对 好那再跟我去前面看一看 来逛一逛这上世纪的唐能街 真的是现代与上古的结合 很有感觉走在这里 好了 懂懂懂的视频主要是分享海外的工作室 在泰国的生活 在泰国的所见所闻 以及一些旅行干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